大家好 我是Dan 大家有在街上被媒体采访过的经验吗 如果有电台采访的话 会乐意接受吗 今天就准备了一下 因为在街上的一次采访 而改变人生命运的四位韩国人 第一 年年的Yu Young 2010年8月6号 Yu Young接受了NBC电台 有关炎热的夏日天气的市民采访 就在这6秒钟的采访 因为他的声音跟当时的大饰演员 黄江的声音非常像 而且采访中说出的 这句话马上变成了网路上的流行语 引起了非常大的话题 而且当时也因为发音清洗咬字清楚 而受到关注的Yu Young 2014年进入全球电台成为了新闻主播 2016年转折到JTBC Sports 开始了运动主播的生活 之后在2017年 与自己采访过的足球选手Chong Hyuk结婚 目前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 对了 在2016年的时候 有位创作者将他的采访片段 编辑成一首歌的影片 也突破了450万次的观看次数 让Yu Young再次受到网民们的关注了 就连《Shyper Junior》成员Qian 也在康星党哼过了这首歌 第三 庞一栋村里娘 2014年参加迎新敲钟活动的时候 接受YTN采访的一般人Mu Young 虽然只是34秒的新闻采访 但是白白的皮肤 大大的眼睛 跟村里相似的五官 这个采访片段 马上一旁一栋村里在网络上被疯传 之后一两年 偶尔在论坛上上传近况的Mu Young 在2019年4月 在Youtube开始了以吃播为主的Mu Buki频道 清秀的长相 可爱的语气 食神下凡般的吃的能力 频道开始才一年多 就已经突破了386万的订阅 而且每一集的观看次数都超过百万 新年接受电台采访的公众毕业生 成为韩国最有名的女吃播主之一了 第二 抓强盗的暖男 2015年当时 就对于汉阳大学的一般人强东运 因为在便利店协助警方逮捕了手持凶器的强盗 而受到SBS电台的采访 也收到警察局的表彰 当时这个采访片段 以及警察局Facebook上的这张照片 因为帅气的长相 在论坛上引起了很大的话题 收到了非常多的关注 之后强东运被看到电台报道的经纪公司发掘 正是以演员出道了 在出演《Pulbalgansar》全给596给MV之后 大幅提高知名度的强东运 在出道才三年的2019年 就在KPS电视剧《罗杜奖》担任了主角 收到了非常高的人气 从平凡的大学生到韩剧主角 真的是因为一次的新闻采访 改变人生命运的最佳例子 第一 美女演员Hangayin 2000年初跟Kintayi等 被称为是韩国美女演员代名词的Hangayin 高中三年级的时候 在教室里接受了KPS新闻的采访 马上这个端正清秀的长相 横爽了韩国论坛 当时正在看新闻报道的歌手出身 经纪公司老板易仓悟 一下子就被Hangayin的美貌给迷住了 马上亲子就找到Hangayin的家 与父母亲碰面 传达了想要让Hangayin出道的想法 但是当时Hangayin是全秀前五名的高材生 所以父母亲就拒绝了女儿的艺人出道 但是易仓悟跟经纪公司没有放弃 等了一年多等到Hangayin高中毕业之后 最终成功地让Hangayin出道了 坚持就是胜利 因为几秒钟的新闻采访改变了人生的一般人 所以长得帅漂亮也是个能力